又挖到环扇了兄弟们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今天我下来捡环扇 我今天高低要捡一碗环扇回去尝个鲜 第一天来挖钩的时候 挖到好多大环扇我都没捡 今天这个环扇虽然不是太大 不过也还可以 又来一条 开挖机遇到这种野生环扇 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 上次就有网友评论说 是不是傻呀 有野生环扇都不捡 太可惜了 太浪费了 好 第三条 现在环扇还处于冬眠期 不是太活泼 非常的好捉 没有桶我就拿个袋子 好 又来一条 第四条 我就想问问 如果是你挖到环扇了 你会下去捡吗 自从羊扇了之后 我都瘦了 你看裤子往下掉 先把裤子拎一拎 不知道黄扇什么做法才最好吃 我记得湖北那边有一道名菜 就是用黄扇做的 叫啥名字我不记得了 本来是准备买黄瓜炖黄扇的 结果黄瓜没买到 就直接红烧了 这个味道还怪好的 怪好奇点啊 经典50 就是这款鸡 四位东家叫我开着小挖机 来把这一条排水沟里面的水槽 给捞一捞 因为这条沟里面的水槽 实在是太厚了 太多了 这些槽如果不给捞起来的话 那样水流的都不通畅 如果用人工搞的话 这种草是非常的难搞 用钉扒扒也扒不动 用锄头挖也挖不动 诶 那位穿着紫色衣服的东家 拿着铁锹砸了一个什么王爷 这条水草沟里面的黄扇 真的是特别的多 刚才已经捞上好几条了 其中一位东家 喊来另外一位东家 叫他把那个塑料的鱼篓子 给带过来 等一下 肯定还能再捞上来扇鱼 这位提着鱼篓子的东家 可能是因为等得太着急了 诶 他刚一转身准备回去 上鱼就上来了 而且还是两条呢 你看 这位东家笑得合不拢嘴 我说 你还是别回去了 等我把这一条钩捞通 你再回去 说不定还有扇鱼 你看 这不就 勾上来一只小龙虾吗 东家把这一只小龙虾 给扔进了田里面 因为他本来就准备 过一段时间就放虾苗嘛 这是一片虾稻田 准备鲜牙虾子 后种到 这里还剩一点高瓜草 把这一点高瓜草挖起来 这条钩就给他清通了 然后用开钩机直接开钩 众专家这种办法可行吗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这就是砍掉之后的样子 哎呀 砍掉舒服多了 眼睛也开阔多了 东家趁着下着小雨的天气 把这些竹子全部给烧了 可以看见前面 还有许多竹烫 这房子与房子之间的路上 怎么会有积水坑呢 是因为小微蛙在这个路上取土 到这个室内的 留下了这大大小小的坑 下了两天的小雨 这个土坑里面就积满了水 领导说这些水 就叫挖机用斗子给它咬出去 挖机旋转的时候要注意安全 不要碰到周围的脚手架 我们工地是中午11点钟下班 下午1点30开始上班 不知道你们工地是几点钟上下班呢 再来把这个水咬一堵出去 然后把挖机开到前面去 这里是自来水管 再来挖点钢土垫一垫 防止把管子给压坏了 这里又有一根自来水管 再来挖点土 把这一根水管上面再垫一点土 把这坑与坑之间挖一条钩 贯通 让水可以流过来 到了这个有自来水管的位置就要慢一点了 不能把水管子给挖爆了 如果把水管子挖爆了 这一时半火这个水就难咬的出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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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水沟已经挖通了 接着开到后面去继续舀水 正在出土 正好施工员叫车子倒了一车土过来了 现在接下来就是把土往这个小巷子里面翻 这个土有的翻 要翻好几次 不好意思 搞点水搞到施工员的腿上去了 我不是故意的 兄弟们工地三大喜 停电下雨 什么 来美女 把这个路上的泥巴给它收一收 把路先给它清出来 还好我这个挖机上面装的是刮板 清这个路就比较方便 摆帽子回去了 继续来玩泥巴 这个地方旋转撞不过来 把这个土就直接往后带 带到能旋转的位置 然后再挖起来旋转甩到后面去 反正这个地方 反正这个地方不是太好干 但是也不算是非常难干的活 只是麻烦一点 旋转弓的 我 这东北 弯厉巴 我 这东北 弯厉巴 我在东北 弯厉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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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甩过来的土再往前推一推 把这个积水坑给它大致填平 挖起好继续往后开 OK不容易啊 转土转了好几次 终于转到最后面这一个积水坑了 这个地方还可以啊 勉强可以转得过去 把这个土多甩一点过去 没想到这一车图刚好就填满了这些积水坑 从最里面往外吞着搞 找平 用刮板刮一刮 土底拍一拍按一按 再用土底抹一抹 抹光滑 搞得漂漂亮亮的 光光滑滑的 就行了 大太阳晒个几天就干了 OK全部平好了 把挖机停好 下班 我把挖机这样趴着放 这样可以防止塔吊上有东西吊下来砸到油干 要想水道新的好 第一条就是水田能够关得住水 可是你看这条田梗上好多窟窿啊 这是晚年发山红的时候 洪水冲垮了田梗 然后人工用蛇皮带装土 码的田梗 这样的田梗根本就光不住水 今天我的小挖机来了 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这个漏水的田梗给它修修补补 首先我们把这些蛇皮带全部给捞出来 清理出来 然后再把这个地方稍微挖深一点 用斗子捶一捶捶结实 使劲地捶 捶它个五五二十五下 接下来就是在田里捞土来做田梗 我们要东捞一点 西捞一点 不要挖得太深 不要在同一个地方捞 正如陈师傅所说 泥巴加草就好比混凝土里面加了干精 这样做出来的梗 它就不会漏水了 有人觉得开挖机很酷 很酷 很帅 而我开的时间久了 觉得很枯燥乏味 很无聊 无聊的想唱歌 其实是最不眠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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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